花莲市公所争取前瞻基础建设经费 执行了富安路和富强路路面改善工程 市长魏嘉贤特别前往现场视察工程的失作现况 他还表示这个地方呢 过去因为污水大涉水道工程 还有管线开挖造成路面修补的情绪 透过这一次的工程失作 希望可以改善道路坑洞和不平整的问题 让用路人在行车时有舒适安全的感觉 花莲市长魏嘉贤协同的主任秘书翁美华 还有建设科长徐国成 来到了富安路和玉祥路口视察路面刨铺作业 由监照单位来说明施工内容 市长表示富安路和富强路过去因为污水下水道施工 还有管线开挖问题道路不平整 这一次的改善工程要让用路人 有一个安全平顺的交通环境 那我们知道富安路跟富强路过去 有一些人孔的问题 那我们这次也要求相关的管线单位 没有必要性的我们会把它下地 那有必要性的部分 那需要保留的部分 那等铺设完之后会再做相关的调整 那我们今日来看的部分是在富安路的路段的部分 那我们总计富安路的部分 我们总计铺834公尺的一个距离 那富强路的部分是678公尺的一个距离 那我们希望铺完以后能够给我们附近的民众有一个安全平安的路 那过去也是因为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各个管线施工造成道路比较不平整 那这次特别谢谢中央营建署的大力支持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安全回家平安上下班的路 富强及富安路的路面改善工程式 内政部的前瞻经费补助总共是1150万元 施座道路包括了总长678公尺的富强路 还有总长834公尺的富安路 富安路的部分6月18号已经完工 富强路预定在6月底要开始施工 届时请民众配合绕道注意安全 介续会欢迎市报道